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没有试图感变 我觉得非常痛 当我知道了她没了以后 我大概在一周以后的某一天 突然就像洪水泄了闸 不断地哭不断地哭了三天三夜 我的人生节点就是在电话 对 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严寻 为什么这么不能为你 我要去一个我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个环境 这个很激烈 现在弥补了 没有 还挺怎样 人间如剧场 每个人都带着角色前行 做记者十几年 我试图在每一次采访中发现角色后面的人 这需要与之匹配的提问 是一个谈话场 这个场有时是磁场 相见很晚 有时是战场 刀光剑影 有时是无常 筋腿有动 但说到底 一切取决于你的立场 在这个许多人急于评判的时代 选择深谈 倾听 也是一种立场 理解世界并无方便法门 我们可以试着放下余设 一起求证 发现 然后体会重新打量的喜悦 昨天我们在书店的时候 你说会选那本书叫《一只狗的命运》 对 你说他讲到了轮回 你相信轮回 相信 我觉得可能是选择 让自己去相信吧 选择让自己相信 这样的一种学说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好受一点 会觉得没有那么绝望 是从08年之后吗 是的 你的人生节点就是在08年 对 是一个逗号 一个转折点 好像还不是逗号吧 是一个分号或者是一个句号 另起一段 再来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 很长时间的努力 但是又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真的不知道 我如果想要做努努力 我少睡几天觉 我多跑跑 我多练练 我就能达到就行 不是 你无论如何行动 你还是找不到方向 我感觉 就在那段时间 2008年3月4日 京剧老生王沛渝 在他300平米的大房子中 和一群好友迎来了30岁生日 他曾经非常期待这一天 部分原因是迷信 他望女成凤的母亲 曾被算命先生告知 王沛渝30岁会明阳四海 部分原因是恩师王思极的鼓励 在王沛渝178岁的时候 王老师总是对他说 等你到了30岁 年龄月力都够了 生代也成熟了 就会迎来最好的舞台状态 他没想到的是 30岁生日仅仅过了4天 教授了他16年 把他从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票友 培养成为中国京剧界领军人物之一的王思极 就去世了 我是给他在病床前送中的 那个时候就算是 整个就脏气都衰竭了 我站在他的床边就床脚 挨着他那个铁床 就他每一次的呼吸 就往里吸气 你就觉得床是正的 往外吐气也是正的 是你的心理感受还是真实的 不不不就是真实的 就是颤抖 床都在颤抖 就每一次的呼吸床都在颤抖 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在昏迷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是跟师娘说 你不要放弃 我也不要放弃 我们坚持 对生命有无限的眷恋 无限的对眷恋 然后那天是所有的学生 能到的学生都到了 然后我就看着老师 他就显眼这么看着我 那时候已经 他其实已经看不到我的 然后我觉得他就对我 好像有欲言又止的那种 想要交代什么事 但是根本就说不出来 然后我就看着他的仪器 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心跳 到最后就 我是看着他这个变成直的 我看着 他就看着我 咽得起 你是他最重要的学生 是的 是他唯一最重要的 不是唯一的学生 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学生 王培渝13岁那年 认识了王思极 当时 系学校并不招收女老生 事实上 中国系校在1949年以后 就没招过女老生 国家对此甚至有明文规定 王思极向校领导力见 他才得以入学 用王培渝自己的话说 司机老师下了一个风险很大的赌注 1992年上系校的时候 这就是上海西区学校的原址 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破旧的 一个五层楼 在这住了两年 就是92年住到94年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是我个人印象非常深 因为当时 从苏州到上海 14岁 然后举目无亲 每天早晨天不亮 我们那个激功课的老师呢 就召集所有的同学 围着这个文化广场大院 整个这一条 绕一圈是 可能将近两公里 天天跑步 就跑得就简直不行 我就怕跑步 特别特别怕跑步 就是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训练就是跑步 毫无乐趣可言 对吧 夏天热死 冬天冷死 然后往里吸的那个气吧 就是那种 就跟刀子刮的那种气似的 特别可怕 然后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呢 都跟着跟着 穿着军大衣还 反正总是我最后一个 天天老师骂 你们那会儿应该是 练功的量就挺大的吧 跑了两公里以后 腿功 毯子功 毯子功练到十点半左右 稍事休息 开始上文化课 那还有劲上文化课 没劲 大家都就开始趴桌上睡觉 因为我们是戏曲学校嘛 就对于戏曲的基本功的 这种要求很高 所以必须在你最清醒的 最有力气的时候 先把那功干了 我在想学习这个经历 对你的内心 有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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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来也就是那样一个人 那样一个心 这个身体上的极限的挑战 会有这个让自己更强的 欲强则强的这种东西 会有这个力量在 尤其是你没法说拒绝 别人都在练 你说 我觉得这个不行 我受不了 我不练 那就比如说拿大顶 或者是下腰 你会觉得很难受嘛 很难受就 这样别的话 脸部的 面部的血管会破裂 天啊 那你不让自己破裂怎么办呢 就要让自己改善 那就是说 你得让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得心一手 那就不断地练习 你把这个固块跨过去了 你就不用憋气了 你不用再受伤了 王培渝入学前 王思极在西校资料室工作 1970年的一场疾病 让他被迫放弃了成绝的理想 因为王培渝 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决定通过京剧教学 来延续艺术生命 他大半辈子的研究 最后都在我身上得到了一个验证 其实我跟王思极老师情同父女 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 然后就是我又是他的儿子辈 又是他最重要的学生 所以他 以前跟我说过 他说我这辈子最重要的 你师娘给了我生活 他说你给了我事业 给了我希望 然后他呢是跟我是属于那种 无话不说的那种关系 就是不应该是仕途之间说的 那些八卦呀什么的 就是小心眼的那些话 他就是我们之间都会说 这关系特别好 然后他也有一些 就是师娘不知道的事 也会跟我说 对 特别可爱的一个人 你觉得你跟他的感情 相对于你父母来说呢 不太一样 就是我跟他就是 跟父母不说的话 也可以跟他说呀 他也都能理解 就挺有意思 真挺有意思 他对我的那种欣赏是 就是他知道我所有的缺点 但他依然欣赏我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他欣赏你的点 是你自己知道 那是正确的点 对 是我想要别人欣赏的点 然后他会赞美我是说 你真帅 他会那样的 对 就那种赞美 就你说一个老师 一个男老师 跟你关系那么铁 男老师还可以说你帅 他肯定就觉得 能夸到你心里去 他那可爱 你多大的时候 他开始夸你帅 十七八岁吧 有时候我们那时候 一块出去 比如说去台湾演出 香港演出 那时候老师都还跟着 他给我化妆啊 办戏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 所谓的小戏迷 小粉丝就跟着 然后他呢 就会跟我说 他说 哎 他说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对 我就觉得 天哪 你是这样的老师吗 你还是这样的老师吗 你就知道 他是那种特别可爱的 就他和这个时代 贴得很近 完全不是一个 那种高高在上的长辈啊 老师啊什么的 没有 特别好 所以 后来失去他之后 这种感觉就是觉得 好像失去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人 失去了一个 可以倾听你的人 就从那个时候 从他离开开始 就觉得 就 就觉得我 我是个大人 我没人陪着我了 因为之前 你没有觉得是大人 没有觉得 我是个学生啊 你三十岁 那会儿 因为有他在 你会觉得自己 还是个孩子 就是在艺术上 我有靠 有依靠 他走了以后 就没有依靠了 之前就吃吃老本 天赋好 有人关心你 有人爱你 有人给你搭台 你就唱戏就得了 有人给你打点好一切 对 三十岁以后就没了 那是你人生中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转折点 老师去世以后的两个月 又经历地震 又直面一次死亡 那次面对死亡的话 比如地震这次 那什么感受呢 因为经历过老师那次 就会对死这件事 特别真实的有 就是感同身受 就正式了 正式死亡 王培渝在过往的采访里 若干次提到2008年 那一年 他第一次经历 生命中重要的人 离他而去 两个月后的5月12日 温春地震 那一周左右 他每天守在电视前 看着新闻泪流不止 我们带王培渝来到 温春地震的重要遗址 应秀的悬口中学 想要探索在这庞大的 集体记忆背后 属于他的个体记忆 中文字幕提供 在这里突出出山的大鱼儿 也是不幸运待在这里 你的生命中和灾难 有关的这两个字 有过吗 有 小的时候 家庭有一些变故 然后父母都离开我 因为外婆带了几年 那个对我来讲 就是我的天都塌了 父母都离开你怎么说 对 就 他们分别去了 一个地方 然后就没人管我了 然后后来又回来了 就那段时间 那小时候那段经历 对你长大之后的影响 是什么呢 就希望自己快点长大 快点长大可以离开 那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家庭 后来就 没两年就去考戏校了嘛 所以那时候执意要去上戏校 也跟家庭的变故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这是你自己执意要考一下 对 我要去一个我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个环境 那个时候父母都离开我 我心里是会有那种 就恨的感觉 就恨我为什么这么渺小 为什么这么无能为力 非常非常无奈 非常无力 那这个痕迹裂痕 现在弥补了吗 没有 还存在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孩子 从小心理上有什么创伤什么的 没有任何的方法 父母也不懂 我们自己也不懂 怎么去修补 怎么去疗愈 然后就伴随着成长 可能就非常 长到非常大了 突然有一天想起那个事 发现根本就没有方向 那他在你今后的这种性格当中 给你造成什么影响 比较孤僻 然后更多的时间 愿意跟自己相处 这是 会不信任关系吗 当然当然不信任 人际关系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 包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也好像处不太好 那对你自己的亲密关系呢 也是这样 不信任 更有意思是我不愿意 也就不打算去修复 就不打算去改善 就觉得也挺好的 也挺好 因为改善这种心性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我不是没有试图改变过 我觉得非常痛 比如说他可以找专业的这种 对 就是找专业的 你找过心理医生 对 我觉得我就到最后 到那个地步 我就不想再去揭开了 不想看 就你到心理医生 引刀你往前走的时候 是的 你停着 是的 就你已经让他成为你生命的 一部分 挺好的 就让他在那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 就过来以后 经历这些事情以后 才觉得 对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历练 就别的小孩还在那 痴痴呆呆地吃喝玩乐呢 我就开始思考 人际关系 开始思考前途 开始思考秘密 开始思考我要何去何从 这挺棒的 你后来跟他们描述过这段经历吗 描述过 跟你的父母 他们怎么说 我们也很无奈 对 就觉得对不起我们呗 我跟我哥 我那时候我跟外婆 然后我哥跟我奶奶 你多大的时候 跟你父母讨论这件事 好像就前两年 前两年才能说 才能说 之前说不了 而且这是靠外力 靠别人 你跟别人沟通 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根源 你看这两边 那就是水库 紫平铺水库 对 当年地震的时候 路都断了 后来冲锋舟救命的船 都从这儿进来的 这也算是一条生命线 对 有的东西就是 随着时间 推移 是会淡忘 会慢慢忘掉 但是一说 说起来 还是会回到那样的场景 我就还是觉得受不了 终于到映秀了 去过映秀吗 没有 那 去过 都江宴 就是在后一年 去都江宴 上海和都江宴是那个对口支援的那个关系 然后我们就作为 什么啊 维问团 维问团 文艺维问团 再去老百姓唱戏表演去 那会儿的都江宴是什么样 还好 就是市里你能看见那个有一些楼东倒西歪的什么的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地儿呢是他们比较受灾比较严重的那个地儿 就整个全是一片那个检疫的临时搭的那个检疫棚外边搭一台 就给大家唱戏 那你但是在那儿感受深吗 还是觉得就知道那个地儿是一个总灾区 但是去了还是觉得 哇 怎么会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还不是建筑的那种状态 是人的状态 就你看到那些老百姓的那个眼神里面 没有什么光芒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 他们就在那儿 就你们演什么 他们知道你们去维问他们了 他们也跟着配合 坐在底下老的小的 没有兴致 没有兴致 就他们就自己都焦头烂额的 睡在那个检疫棚里 还有心思看你们演戏吗 长长条条的 感觉就 感觉不是太好 而且我爸那天唱的是一个现代金句 比较吵 哐哐哐的那种的 然后那个搭在外边的那个音响设备呢 他因为在室外嘛 所以就那个开得特别响 然后老百姓就坐在这个喇叭旁边 就一直堵着耳朵 我就特别不好意思 就那种感觉 很尴尬 对 有点尴尬 哎呀 本来是来慰问 来安抚他们 没想到给人家造成了一种麻烦 吵着他们的感觉 我就觉得他们坐在底下 反正也没心思看你表演 也没觉得你演得多好 甚至可能他也没觉得 你疗愈到他了 或者慰藉到他了 2008年是多时之秋 大部分人记得那年的许多大事 我问王培渝 可曾记得那年的什么小事 他想了一下说 还真有一件 几乎从未对人提及过的 地震之后的一两个月 演出《击骨骂槽》时 他在台上忘了词 好像有电视播出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脑子 因为人整个身体的状态 不是太好 所以就对演出这件事 是烦躁 烦躁就没有很好的体力 没有很好的状态去应付他 就不行了 唱错了 这个挺郁闷的 唱错那一刻干嘛呢 就待在那 停下来继续唱吧 你说多尴尬呀 观众都知道 因为有字幕 而且都很熟的戏 那这个事后来呢 后来反正被大家笑话呗 现场观众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呀 屏住呼吸 没有人敢出声 也没有人叫到好 观众 就很尴尬嘛 这个而且跟你努不努力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状态不好 整个这一年 就身体特别不好 就人永远是浮肃的状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也比较消沉 其实我觉得就是 人在自己在修复 在蜕变 就蜕变之前会很丑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 我是不是在 我的生活习惯上 要做一些改变 我觉得饮食 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我是从 08年那年开始吃素 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如果吃的 从克制自己的某一种欲望 开始 在冥冥之中 就跟智慧更近一些 那改变呢 改变很明显 后来就 身体就慢慢好了 然后 就你觉得就是 自己会更多 喜欢自己一点 就喜欢自己这件事 是别人帮不了你 一定是自我改变 我就觉得 脑子动得更多了 就思想啊 思考问题 敏捷一些 越来越善于跟自己相处 这个是很明显 然后你 就经常有一些 吃不饱的感觉 经常有一些些的饥饿感 那个感觉很好 就你会强迫自己 跟自己的身体在一起 对 所以你也有 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 后来吃素跟吃的少 然后 王培鱼说 吃素前和吃素后 是完全不同的两段人生 前一段人生里 他年少成名 是个野心勃勃地 充满英雄主义情节的人 25岁成为上海经济团 副团长 经常试图打破常规 推行新政 2004年 26岁的他辞去 试图一批大号的 副团长一职 成立了王培鱼 戏剧工作室 想通过资深市场化的成功 来改变这个行业 结果不到两年 被迫回归体制内 他对此次创业失败的总结是 对自己估计过高 对社会 估计过低 我现在想我怎么会 我还有那样的一个过往 而且在天津卫视 还接受采访 就说当时我正在经历创业 主持人就问我 培鱼如果你失败了呢 我就跟他说 我怎么会失败呢 我不会失败的呀 多可爱 荷尔蒙分泌瓦上的时期 都会这样 然后所有现场的导演 就乐成一片 就笑成一片 然后当时就觉得 你们笑什么 你们就老了 你们就没有这种血性了 你们不理解我们年轻人 那是那种感觉 那时候出去对你 充满了诱惑力的是 一个是你想改变这个行业 那还有其他的诱惑吗 还有一个就是 我对自己做老板这件事 一直很向往 就其实我是对那种操心 然后把控 掌握这种事情很有 欲望 对 很有欲望 就是喜欢这种 来 有合同签个字 这个事来 你们不要决定 我来拍板 就对这种事情特别有欲望 我怕担责任吗 就喜欢责任吗 就喜欢这种 没事 有我 老大的感觉 对 就是要做老大 英雄主义 现在啊 千万别来找我 能不做这个担责任的事 就尽量别让我担责任 能不当老大 我最好淹没在人群里 你们不要来烦我 真的是 人真的是会变的 现在不是英雄主义了 好很多 我现在我还是有 但是理性的英雄主义 讲得失 现在得失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或者可以换个说法是现实了吗 当然了 你被打磨过了呀 你被现实抽过耳光 抽过了 狠狠地抽 抽一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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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反耳光 抽好几个 抽完就自己觉得 醒过满来了 现在是被打磨了 现在是自己把自己抽拂的 你发现 最大的敌人 根本就不是别人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干掉的就是自己 要么就是放弃了 要么就是自己能力不足 所以 当有一天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示弱 我自己可以 面对着 我亲近的人 或者面对着 我原来很想当老大的 这些人的时候 我可以说 我不懂 我做不到 我当自己有这个时候 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觉得 发现突然有一天 很多人都愿意 真的来帮你 很多好的资源 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又看到了 另一个世界 对 这个是在我 当老大的节奏 对 完全没有 这世界上 我自己又可以战胜 我就是诸葛亮 我就是那个 那个秦雄 我就是那弥痕 我就是那 那那那英雄人物 压倒你的 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最后一根稻草 是自己 我觉得我已经在 抑郁症的边缘 用钱用完了 这么严重 积蓄用完了 多少年的积蓄 就是从开始 自己攒钱 开始嘛 那也就是 其实二十几岁的人 有那么 三十万 挺多的 差不多十五年前 全照光了 照光了 然后再也没有了 我想怎么办呢 叫不然就回去呗 好窘啊 这种感觉 你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当然 那种用光之后的话 你应该说的 抑郁症的边缘 就睡不着觉 我觉得 很多的抑郁情绪 不是来自于外力 而是来自于 里边 这种改变 就是发现自己 能量虚空了 自己怀疑自己了 然后自己 否定自己了 这个是很容易 得抑郁症的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时候 就是外力 就是钱用完了 然后事都干不成 内力 就是因为 我觉得 我开始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的 这个过程 就像你得了一场病 我感冒了 我必须得看病 我必须得吃药 必须得休息 我走不动了 我扛不住了 这里尽管很漫长 一段时间的挣扎吧 大概有 三四个月 就这三四个月 就是每天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走 要不要回去 我还是继续 我继续怎么继续 因为我开始发现 这个世界 非常非常艰难 这个世界 给我 发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 我没有一件 我扛得住 没有一件 我做得成 玩得成 而在那个时候 最重要的是 我已经开始 不喜欢自己了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发胖了 就那段时间发胖了 就是 有一种说法 就是你 你扛了很多 你不该扛的事 你就会变胖 然后胖了 就不喜欢自己 不喜欢自己了 就要抑郁了 钱又用完了 你是多少时间 长了多少斤 大概 一两年的时间 长了二三十斤吧 要是肉的话 这么大一坨 里头就丢在哪 你想想 三十斤 吃好几星期 都吃不完 后来有人跟你说 有人说 一个艺术家 公众人物 是观众幻想的对象 你如果这样 没人喜欢你了 你就没有价值了 你被幻想了 对 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好好 开始应该 反思一下 你的幻想对象是谁 不同的阶段 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像张国荣 他要是不死 他就能看我演戏了 因为我们 我们俩有一个 共同的朋友 就是宋小川 宋小川是 中国国家经济院的 小生演员 当年在拍 《霸王别姬》的时候 张国荣所有的妆面 都是宋小川给他画的 所以他们也是 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就请 宋小川带了个画 我说能不能有机会 可以跟张国荣认识一下 或者我有演出 可以请他看 他就帮我转达了 转达以后 他们说 好好好 我如果去 正好在上海 陪于有演出 我一定去看 哪年呢 03年 就是他去世之前 没多久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自杀那个事 是宋小川告诉我的 我知道了以后 当时也没有 不要开玩笑 愚人节好不好 这个事情 当我知道了他 没了以后 我大概在一周以后 的某一天 突然就像洪水 泻了闸 不断地哭 不断地哭 哭了三天三夜 我就觉得我这辈子 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 就是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到最后都不知道 为什么流眼泪了 就他一直机械地 就往花花掉 花花掉 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我当时倒是 为什么 如果只是一个偶像离开你 你会有悲伤 你可能会伤心 会会流眼泪 不会那样啊 三天三夜不停留 不停留 不停留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枪围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真的是不停留 不停留 不停留 你身边那是有别人吗 有吧 而且那个时间就是 晚上不能够 起夜去上厕所 不行 就一个人待不了 必须得有人陪我 是害怕吗 害怕 特别怕 不知道 莫名的恐惧 平时 是会有这种恐惧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我是不怕黑 也不怕鬼 也不怕神 也不 从来不怕这些 就是 就是这个事情以后 有一段时间 就不能一个人待着 不能一个人 晚上起来 就必须有人陪我 很长一段时间 等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为啥 好奇怪 不能够听到 看到张国荣 不能够看到 他的照片 不能够听到他的歌 然后去KTV唱歌 也不能唱他的歌 不能有人 能点他的歌 就如果一看到 他就哇 又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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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停不停不停 持续了多少时间 至少两个月 这么久 这么久 对 大概过了很长时间 我找到答案 说有一种 哭泣 叫在别人的故事里面 流自己的眼泪 然后就会 比如说 后来经历的地震啊 或者是别人 讲述故事的时候啊 就真真切切的 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是因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对这个世界 逐渐的认识 随着对自己的 逐渐的认识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无法用言语去表达 无法用除了眼泪以外 其他的方式去表达 所以我觉得 哭泣 或者悲伤 或者流眼泪 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比如说 说到张国荣 你说在他的故事里 流自己的眼泪 什么样的故事 比如说他 他有很多人不理解他 因为那个时候 坊间流传很多的传说 因为他别人不理解他 所以他就觉得 不想活了什么的 不理解他哪一方面 我不知道 就是他的离去 打动我的 或者让我觉得 在情感上有共鸣的 就是因为 这个世界上没有 除了王沛宇以外 没有人 第二个人 像我一样的懂他 我的知己没了 所以我很难过 就这种感觉 你觉得你在哪方面 和他是知己吗 人戏不分 这个部分 我非常懂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 把外面包围别姬 演得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 就演到他骨子里了 演到他心里去了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 不行了 这不 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 不行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人戏不分 我忽然想起来 你刚才说 你跟他之间的某种关联 嗯 然后说到了 你其实在 学老生这个状态 很大的一个愿望 是因为你能在戏台上 做男人 做男人 对 这是你梦梦以求的 可以用这样的词 对 那我能理解为 你对女性身份的 不认同吗 认同啊 认同 认同自己是 女性的身份 但同时 也渴望男性世界 但是你知道 做不到的 你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那就唱戏好了 你可以公然地 穿一个男装 对 而且看的人 还能给我鼓掌 然后没有人说 这人怪你 对 你对自己 踩什么困扰 有 因为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要求你 台上是男人 台下应该是个女孩子 这个时候 也会有很多人 拿孟小冬来做例子 你看孟小冬 台上也男人 台下穿旗袍 好女性 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呢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也有一些人 就是会说 我脸上 有龙凤像 又有 女孩子 五官精致 又看上去有英气 大家知道 京剧是国剧 是国粹 所以这些年 我做的非常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 走到更多的年轻人 走到更多 回到京剧院 有了更多 可调用的资源 加上大众娱乐 工业的一日千里 体制内的王培渝 反而离市场越来越近 2008年到2017年之十年间 他事业的关键词是传播 通过传播经济 不但扩大圈层 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受众 2017年初 奇葩大会播出 王培渝成为真正大众意义上的话题人物 那这类型的平台 你以后还会去参加吗 会啊 我觉得 我和我的团队 包括我自己个人 包括我的演出 已经是在 我们说 推广传播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得到了 尝到了甜头 我能问一下 是什么甜头 比如说我们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们的演出 票房很好 我们做的周边 生意很好 所到之处 都会有很多粉丝的簇拥 很多媒体的关注 我觉得这个 跟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是有关系的 当然也不是说 所有都是因为 做传播跟推广 我觉得好像就是 我就是这个时代的 一个很幸运的人 幸运儿 你刚才所说周边产品 我可以理解为 不只是京剧吗 当然当然 比如说 我们也会 做一些 文创类的 这个唱片啊 拧芯片 书签 然后册子 海报 还有自己的一些 商品 比如说茶 和服装 这些都是 如果把我算一个IP的话 这些都是 一个周边的东西 你现在在京勇的 已经不只是京剧 而是你的个人IP 可以这么说 但相见 真如不见 在转身 空腹了 如花美眷 你看啊 春水边 那你是否听过一种说法 说你打着兴望京剧的 名声 使自己的个人 私利 那我就想说 打着 这个行业的剧种的旗号 达到自己的私利 一天两天 三天五天行 你坚持三十年 都没有那么容易了 京剧就是若干个流派 若干个行当 若干个卷 组成的艺术 谁也不能说 我们京剧 就是一个剧种 它没有卷 所以今天说 我是为了这个行业 同时当然也是为了自己 这个我觉得 我不需要去避讳 也不需要去隐瞒 透过王沛宇这个个体 让更多人看到京剧 让大家看到 京剧人的一个面貌和状态 这本身是有价值的 我从来也都跟公众说 我对名利有渴望 我也经常会想 有时候会累 有时候很乏 有时候很厌倦 有时候会想 我到底还要不要 这么做下去 怎么做下去 要不要继续走 因为确实很累 然后就想 我当初是为了什么 就不停地想 我当初是为了什么 我就想想当初 我想现在还应该这么做 而且当初 并不知道今天 我会得到那么多的 当初是为了什么 就刚才说的 为了情怀 热爱 我真的是有这种 不是说大话 确实是有这种 就觉得我不做 谁做 奇葩大会之后 央视朗读者 北京卫视会计歌王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上海东方卫视 贺彩中国等高收视率的节目 活动的邀约分支他来 王沛于一只脚 探入了娱乐圈 你怎么看娱乐圈呢 就我没有 没有把这一行 想得特别险恶 同时也没有 把它想得特别简单 因为我今天 已经不是一个 二十岁的小孩了 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 有基本的足够的认识 所以就还好 那你现在也算是 娱乐圈的人吗 不是 我是艺术家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 京剧的从业者 京剧演员的一个 基本属性 这个属性不能够被破坏 一旦被破坏了 我就没有任何价值 而爱我的人们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 愿意追随我 也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人足够有 有理由让他们去爱 而这个理由其中之一 就是因为我守得住 自己的底线 那比如说 娱乐圈的人 他们获得那些名利 因为真的是 一般难以企及的 相对来说是 快速 然后又多精的 你有个羡慕吗 有个心理失衡吗 你要说我不羡慕吧 那就太虚伪了 你说谁对名利这件事情 没有向往 谁对迅速地获得名利 这件事情不向往 但是这个人性是人性 理智是理智 当我有这种 非常原始的羡慕 出现以后 另外一个理性的声音 就会出现 这就是人生的选择嘛 所以我就想 这个迅速地获得名和利 这件事情 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 对我来讲 有可能我是 我付不起的这个代价 如果可以做到 付一个双全 那点好啊 对吧 如果做不到呢 那是富贵 名利 什么功名利禄 你到底追求哪个 对我来讲 贵很重要 就这个贵怎么解释 你就觉得 这个贵 就是人身上 就 哪怕这个人 非常的贫苦 非常的 就非常的 过普通的日子 但他的 心灵的层面 是很富足的 或者他的 他说的话 他所有的行为 可以滋养 或者启迪很多很多的人 或者他所做的事情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甚至可以启迪他的同行 这样的人就是很有贵气的人 但这些人 他并不见得是明星啊 并不见得 大众都认识他 并不见得他有很多钱 所以 如果一定要让我选择的话 我选择成为那样的人 你在现在的娱乐圈 比如说 你参加很多的这个活动 你从容吗 你已经适应了吗 没有 我认为我不是一个 特别善于 与人打交道的人 不特别合群 我以为只是因为 在娱乐圈 你是个新人的 因为看到你在节目中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 有点小心翼翼的感觉 对 有一些疏离感 那当然是 如果我上一次娱乐节目 就让大家觉得 这个人天生有综艺咖 天生带这个综艺范儿 天生就能搞事 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反感 那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姿态吗 当然当然 是一个姿态 就这个姿态 我刚才也讲 不是代表我个体 它更重要的 还代表着我身后的这个行业 你不管多困 不管多累 不管多心理烦躁 你在只要有人看你的时候 你必须得保持那种 大家给你的人设 那我想知道 余老板的人设是什么 淡定啊 大大方方啊 这个 也挺有格局 状态 永远是那种 比较平稳的状态 宠如不惊 云淡风轻 对对对 这也符合大家对于一个金剧艺术家 金剧演员的一个人设 就从事传统艺术的人 有一定的积累的人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知道 但是呢 现在越来越不能够把特别真实的那个东西展现出来 尤其是在上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我特别想就搞着搞着被人搞笑 你知道 但是导演跟我们团队的伙伴就会跟我说 你不能那样啊 不可以那样 那有时候就觉得 可是我明明就觉得很好玩 我很想表现我自己真性情的那个东西啊 而且我觉得我的粉丝也会喜欢我那样啊 哎不行 你不能太过分 就得说 你新的粉丝考虑 就是说你的 你的人设有可能会因为你说的一句都 就崩塌了 这就不花算或者什么 但我觉得没事啊 我都那么大年纪了 我还怕这个嘛 但是他们就觉得不行 你还是一个有着偶像气质的艺术家 你得替你的这个人设考虑 好吧 所以就不敢不敢瞎说 不敢瞎斗 就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喜欢我 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我的真实 或者说看到我的多面 如果你永远就是老艺术家 大家好 我是金剧演员王沛宇 掉粉的 你会掉粉的 我竟然对掉粉这件事挺建议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既要有你 就比较成熟的稳重的 这个原来的人设 同时也要让大家看到 就是不知道哪次的节目 大家会看到不一样的王沛宇 这对于粉丝来讲 他们觉得充满期待 挺有趣的 而且我再不抓住青春的尾巴 你说我再过个15年 真的是一老艺术家了 我再去逗 大家也觉得挺怪的对吧 经常会夜深人静的时候 发出质疑 自己对自己的质疑 就是我有大家说的这么好吗 我哪有这么好啊 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会觉得 为啥是这样的呀 其实是忍不住的会觉得 怀疑自己 我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好 没有大家说的这么好 或者说粉丝啊 一些人只是看到了我 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或者说他们是看到了 我愿意让他们看到的那一面 那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 你只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 你觉得你会走到 你的顶峰会是什么地步 最多就是 在排几个作品 在演出体量上再增加一些 你就是到头了 这个话由王沛宇说出来 总感觉还是有点丧气的感觉 不丧气啊 这是事实啊 顶多就是这样吗 难道你没有想做过一个 开宗立派的人吗 做不到 这个事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客观的 严肃的来讨论 就说即使今天有很好的 我绝不能说解放以后 49年以后就没有 开宗立派的演员 但确实因为社会形态的转变 因为绝儿的状态的转变 就你再大的本事 也无法成为流派 至少是在这六七十年 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我绝不能够说 我盲目的说 我很乐观的说 因为我努力 我就可以做到开宗立派 这不是你努力能达到的境界 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土壤了 没有这个生态 与其在这个上面做徒劳 不如说我们踏踏实实的 安安静静的 把老的艺术传下来 先成为自己的东西 然后看有机会 不说流派吧 不说开宗立派 至少有机会能够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努努力能够做到的 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吗 谈不上 这是谐虚的说法还是专业的说法 专业说法 谈不上 因为对我们来说 从小到大学的东西是老师教的东西 先是模仿 然后慢慢知道你转移多诗 有了很多老师以后 你知道各个好的版本 各个流派 我能够涉猎到的 我能够学到的 那些流派创始人的东西 那都还是在模仿 都是在揣摩 如果说有一点自己特色的话 那因为我是女老生 你的扮想 个头 嗓音条件 你唱出来的劲儿 那个状态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你有辨识度 但辨识度绝不可以等同于艺术特色和风格 那我们刚才说到传承的事情 就比如说渔派 这个传承风格其实是保守的 甚至有些是不传的 那我不是很明白 就你个人来说 你到现在还没有收弟子 难不成会带着这身功夫 直到老去吗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吗 直到忘记 直到忘记 会忘记的 就是你还等不到你去教学 或者等不到 你把自己的录音录像 或者你自己最好的状态 记录成影像 还来不及等到这个 可能你就老了 然后就忘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太悲伤了 特别悲伤 有人说你与其忘记 不如说去交给一些别人 让别人继承下来 那继承 有可能会走行啊 会走样 那你到底是忘记好 还是被别人靠背走样好呢 没有更好的答案 你也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呀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 比如说在上一时 或者是哪几时当中 可能是一个某一个年代的人 肯定是 我觉得可能 上一时或上几时 还是跟唱戏有关系 学京剧以后 别的东西没那么熟悉 这个舞台有一种熟悉 办成装唱戏这个 好像很熟悉 冥冥之中的东西 说不清楚 就为什么一出来 一看见观众就觉得 熟悉 那是我的地盘 有那种感觉 古代称唱戏的人为灵人 你怎么看这个词 古代汉语里的忧和灵 都是演员的意思 嗯 那现在呢 还是 你这个基本属性是没有变的 我们的天职就是愉悦观众 愉悦不是取悦啊 是愉悦观众 让更多的听者 更多的观者 在你的表演当中 获取快乐 那你怎么看 戏子这个词 以前呢 因为灵人或者是戏 唱戏的人演员 戏子 社会地位比较低 所以呢 在某 就是某一个 那几十年几百年里面 离缘通婚 离缘联姻 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基本上来讲 过去 就是我的孩子 唱戏 然后我孩子 娶一个唱戏家的孩子 然后他们俩生出孩子 还唱戏 世家 世家 人回 不断地就是在这样 这样的这个状况下面 你比方说像周信芳先生 周信芳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 非常有时代气息的这样一个 艺术家 所以他的子女 六七个子女 只有一个大儿子 是唱了戏 剩下那些孩子 出国的出国 经商的经商 读书的读书 都离开京剧界 都远离李源行 包括 有的是几个做研究的 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职业 这些老艺术家们 他们知道 他会挑他的子女当中 艺术天赋特别强的 或者说对舞台有特别的渴望 会特别眷恋的这些孩子 去从事自己的本行专业 除非是这样 否则的话 他一定把孩子送出国 或者是送他们上大学 余淑妍先生的两个女儿 余淑妍先生一直想要儿子 就没生儿子 两个女儿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所以你看梅兰芳 余淑妍 周信芳 他们的视野 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 他就希望通过他的努力 可以实现一些 他这辈子实现不了的事 让孩子脱离李元航 脱离这个宿命 余淑妍跟他的徒弟 或者跟他的周边的朋友说 他说唱戏的人 戏子就是伺候别人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继续伺候别人 所以他既不让自己的孩子学习 也不让自己孩子进戏园看戏 虽然自己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但他从内心来讲 他可能鄙视这个行业 鄙视这个戏子的身份 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 今天的社会更开放了 即使你是一个娱乐圈的人 或者你是一个艺术从业者 是一个吃开口饭的 也可以受到社会的尊重 而我觉得我 这小半辈子 前几十年 我觉得我一直 心里面有一个梦 就像电影梅兰芳里面 讲这句话 老谭先生和梅兰芳先生说 婉华呀 你要靠你的影响力 大概意思是 你要靠你的影响力 把我们西班人的地位 堂堂正正地给拔拔高 好像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话 我当时听着特别 我觉得就砸到泪点了 京剧艺人 有文化自觉的京剧艺人 在他们的一生当中 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使命 梅兰芳那个年代 就在这么做 一直到今天 有时候我会想 这话说了二百年 到现在拔高了吗 可能是打个问号 所以在我心里 我觉得我一直想成为一个 学者型的演员 我希望脱离这样一种 戏子的宿命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 你是个艺人 你是个戏子 你是个吃开口饭的 你只会取悦观众 我觉得我不能够 只接受自己 轮在这样一个宿命当中 所以要比别人 花更多的时间 如果我站在讲台上 我就不是一个戏子 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表演 把我们这个行业的 一些有趣的东西 变成学术 变成理论 变成可以讲述的东西 站在台上 我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来教大家怎么欣赏金句 而不是作为一个 直接的表演者 我是一个传播者 我是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美学的传播者 我是一个精句美学的传播者 我是一个会演戏的老师 这样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戏子 没有任何人今天会觉得 王碧云是个戏子 但是我觉得我 我一直在努力 摆脱这样一个宿命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在你心里 到今天当下位置 你还是认为 站在讲台上的老师 或者是教授 是比京剧演员 或者戏剧演员 地位高和受人尊敬 当然 我不用装 说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这样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前面这句话说出去之后 可能会遭到你的同行的一个反弹 反弹吧 大家要认清现实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从开山老祖到现在 就一直是这样 如果我们对自己不爱护 不尊重 那你就是细子啊 你就是吃开口饭呢 如果你愿意 OK啊 如果你不愿意 你就学习啊 那你比如说 为了争取另一个身份 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多一个 你自己心里受尊敬的身份 你为此做了什么 就我觉得我 我把除了就正常的这个休息以外 其他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的专业 都给了我想要去突破的这个身份 比如说 读书 思考 写作 记录 观摩 向高人请教 我可以把所有的饭局 所有的应酬都当成是一场天课 看熊艺的那个写的那个春秋跟王阳明那些一切心法 那个系列 有什么话还是 也不是我喜欢写的好的 写的好的 对 如果现在让你在这里选一本书 你大概会选什么书 我可能会选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然后这种类型的 这最近不是拍成一个电影吗 一条狗的使命 对 他说他投胎投了好几次 然后 实在对这种命运点的东西 对 有相聚 对 天生 而不是是小说和故事情节 不仅 对 不限于 你会觉得如果说 王阳明的今天 或者他的文章 或者是他的一些表达 看起来像知识分子 这是一种在于我们觉得 那我觉得 这是对我的过往努力的一种认可 其实不见得就一定客观 但是你只是分跟谁比吗 跟过去的自己 还是跟你目前的同行比 那可能 我在这方面动的脑子多一些 所以我现在有一件事情 我是非常坚持的 就是在我的讲课和讲座的过程当中 我绝不在最后唱一段 我好不容易 我写了两万字的课件 我花了一个小时45分钟 在这里跟大家叨叨叨 说 传播 然后给大家示范 跟大家互动 用非常非常 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 在讲京剧的学术 理论 理论 对 结果最后所有的人说 来一段 那我白说 那么你们尊重我的劳动吗 尊重我今天作为这样一个身份 站在这里所有的付出吗 所以我会拒绝 就尊重这件事还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王佩玉对知识分子身份如此看重 让我有点意外 不过 细想下来 她的确一直在温和地对抗着外界给她设定的身份 无论是性别 还是职业 无论是你的思考 还是你的文字 所以我在想这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还是一个个人的修养 还是这是你的追求 我觉得还是个人的一个追求吧 就是说我不管从事什么职业 就是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 就是在此前没有任何人评价过知识分子这件事情 但这个事情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非常非常渴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我记得有一年 大概十年前吧 我们到厦门去演出 然后我就在厦门大学留了一张照片门口 厦门大学门口 然后我就在那个照片的后面写了一句话 我说一个知识分子的什么留影和什么留影啊什么的照片 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成为知识分子的感觉 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如果说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我有对知识分子的无限靠近无限追求的这样一个心 就就反正我一直在做这个事 以前是书法家就写招牌还是个营生 你有写过吗 招牌没有 有人找我写招牌我就书法家了 我 señak полета 并没有 看一下 所以留在一半的 Safe 那眼儿冬的时候就各听到双夫说嗯 Snapchat 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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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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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我现在自己设想的 就是自己心里想的是完全不一样 就还是怕孤单 你说每天希望有一些人 或经常有一些人来拜访你 还不行 络绎不绝 这就是我心里老子讲的 每天开一桌饭 大伙吃啊 这都是我们家自己地里种的菜 没事尽管吃啊 就这种感觉 那条河是明江 这条河流流下去的话 就是下边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子屏铺 崭新的镇后应修镇 2008年之后 你的人生可以用 被修复了这个词吗 也不算太准确 有一个部分是可以 以自己的 你的意思还有一些地方 其实是没有被修复 就让他在哪儿呢 清丢共存 日月轮流 崔小剑 三路水 常在面前 你看到这个居上唱后 你 我 也是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